美国复工潮已经开始,商场、餐厅、理发店、牙医诊所已经逐步开业。 但很多店铺重新开业面临着客流量减少,同时需要提高防疫措施的困境,大多都还没有从寒冬中恢复原济。 前不久,网上爆出一张天价小费账单,一对夫妻在休斯顿的伊尔玛西南餐厅共消费了90块一毛二。 但是,他们却留下了9400美金的小费,并发票上流了盐。 这些小费留着在接下来的几周,支付店员工资吧。 肯塔基州的一家中餐馆老板,也收到一位客人,留下的1000美金小费。 不过,就据不就穷,对于需要在疫情期间,长时间经营的店铺,好几人大手笔的汤牌解囊,也是极少数的。 就在近期,有不少网友爆料,出门消费被商家额外收取一笔新冠附加费。 5月11日,一名美国女子在推特上晒出了自己在一家,名为客后的餐厅账单。 他发现收据上多了一项新冠附加费,他一共消费了50美金,其中就包括两块一毛九的新冠附加费。 随后,这家餐厅的老板在脸书上发表声明,意思大概就是,增收5%的附加费,只是为了防止菜单涨价,并不是一种宰客行为。 收取新冠附加费,也是餐厅不得已推出的暂时措施。 他们在网络上和餐厅的门口,有接触醒目标志,让客户知晓这一规定。 芝加哥一家炸鸡店日前,也决定向时刻,征收26%的新冠附加费。 圣地亚哥一间墨西哥餐厅也表示,因为疫情的关系造成某种肉品短缺,因此该餐厅向美味点菜,会用到这项肉品的顾客,增收1美元的费用。 在密歇根州汉堡店,也有每餐额外收费1美元。 餐馆老板表示,很多食材都在涨价,餐馆只能将部分涨价转价给顾客。 这个新冠附加费不仅餐厅有,理发店,牙医诊所也开始增收新冠附加费。 佛罗里达州的一间牙医诊所,会向每位患者增收10美元的附加费,因此来支付疫情期间,应当地政府要求,需要添置的客类清洁,消毒防护措施费用。 德州休斯顿的理发店,也开始向顾客增收3美元,作为消毒和清洁的费用。 店内负责人说,由于疫情的关系,店内必须监制口罩,防护服等。 为了确保消毒和清洁步骤到位,平均每次理发的时间,也相当于是过去的两倍,这导致店内的客流减少了25%,所以只能通过增收附加费,来保持收支平衡。 同样受疫情影响,很多消费者也面临失业,收入减少的困难。 吃饭,理发,洗牙等服务收取一笔额外费用,无疑会却退一部分人。 挽救中小企业的责任,是由政府来承担,还是非消费者? 消费者们会心甘情人,会这笔新冠附加费买账吗? 网友们也是歌之一词。 新冠附加费,你怎么看? 美娃美娇,看看播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